欢迎来听好说 圣诞节到了 欧美各国又开始欢度节日了 全世界的年轻人又开始跟着凑热闹了 网络上又有人开始吵 中国人应不应该过阳节了 讨论这个话题的太多了 我就不往前凑了 今天咱们说点新鲜的 过不过圣诞呢 无所谓 但是咱们不得不承认一个点 圣诞作为一个宗教纪念日 是迄今为止所有节日当中 传播的最为成功的节日 无论你是不是基督徒 差不多都知道世界上有个圣诞节 而无论你过不过圣诞节 也差不多都知道 圣诞节有圣诞树 圣诞老人圣诞礼物 这个节日的影响力范围之广 早已远远超出了 其原有的宗教含义 所以今天的节目呢 我们就来探讨一下为什么 为什么偏偏是圣诞成为了 传播最为成功的节日 首先第一条 形象识别做得好 圣诞呢 是有统一的VI形象的 包括圣诞树 雪花 驯鹿 圣诞老人 圣诞帽子 彩灯 这些形象一挂起来 红白 绿 相见 视觉冲击力极强 甭管什么东西 要火 要流行 识别度 肯定是最基本的前提条件 其次呢 它的MI理念识别 做得也特别好 圣诞节的意义当中呢 包含了很多属于全人类 共同理念的东西 比如圣诞一家团聚 那全世界哪个民族 不喜欢合家欢乐呢 再比如说平安夜的中文翻译 那试问哪个中国人 不喜欢平安呢 再比如说互赠礼物 那谁不期盼 收到礼物的惊喜呢 最重要的一点 圣诞节的广受欢迎 是源自于其对自身 毫不留情的自我革命 圣诞也就是耶稣诞辰纪念日 它最初呢 是一个宗教纪念日 有很多独属于基督教的意义 但是圣诞节本身能够广受欢迎 却是因为其在传播过程当中 删减了宗教含义 结果就是圣诞节呢 虽然有了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 但是很多虔诚的基督徒并不高兴 反而气得半死 我主如此神圣的纪念日 就被你们胡乱糟蹋了 那种感觉 怎么说呢 就好像你酷爱红楼梦 你能感受到千红一枯万艳同碑的悲剧之美 然后有一天 红楼梦火遍全球了 然而是通过一款叫做 皇者荣耀的游戏火的 全世界人民都在热烈的讨论 凤姐的新款披肤 秒杀林妹妹的三点式战袍 那时的你会开心于 红楼梦的大获成功吗 恐怕你只想在被窝里面痛哭吧 所以呢 经常有人因为圣诞的大局入侵 而愤愤不平 说为啥咱们不能反过来向全世界推销我们的春节呢 我会觉得好玩 可以呀 春节的形象识别和理念识别也非常好打造的 但是你想要推广的跟圣诞节一样 全球跟着凑热闹 那就必须跟圣诞节一样 先改的亲妈都不认识 当然了 我觉得无所谓呀 像圣诞这种宗教节日都可以被改的面目全非 那春节这种世俗节日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节日嘛 就是找个理由 挺好啊 所以不管三七二十一吧 身为北方人 先吃完饺子再说 俗话说得好 圣诞节里吃饺子来年生个胖小子 所以呢 就祝大家平安夜 平平安安 圣诞节多吃饺子 Merry Christmas